在这个科学时代 我们的生活充斥着许多光电结合的产物 如半导体产业 太阳能产业 光通讯产业等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变革 光电可说是一个蓬勃发展 充满前景的热门领域 今年是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创立第40周年 大家可想而知 在40年前 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 在步入工业化的时候 光电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幸好是那时候的先进们 及时广义 成立了我们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光学工程学会成立于民国70年 由国科会精密一气中心 苏清生主任 在新竹所创立的 民国76年 国立中央大学光电中心 张明文教授 被选为理事长 我们光学工程学会的会晤 从新竹移到中立的国立中央大学 台湾560年代 政府积极发展精密科技下 电子仪器发展一日千里 为督促学术发展与资源整合 避免人力、财力与时间的多重浪费 民国69年 中华民国光学工程学会成立 为国内光学资源进行整合与统筹 并在民国98年 更名为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每年主办的光电年会 OPTIC 为全国光电学术与产业界 一年一度的盛会 每年约有900至1300人共同参与 会议投稿论文数量 最多曾高达800多篇 规模与美国OSA年会相当 是一个让产观学界专家 面对面讨论技术发展主轴 与未来趋势的交流平台 这四四年以来 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资源 凭借了就是大家的一股热忱 从学术界、研发界 大家一起努力地 把我们这个学会做大 终于我们举办了一个 非常盛大的OPTIC年会 这个吸引了最多的时候 有达到1000篇的国际轮廊 还有超过1500人的参与 事实上是一个国际上 非常文明著名的一个学术研发会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创立至今受到各界的肯定 与世界数一数二的美国光电学会 OSA、国际光电学会 SPIE、国际电子电机学会 IEEE密切联系、互相参与、支援活动 也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下属光电委员会 ICO大会、SPIE创设交流活动等 并在2015年配合国际光之年 举办IYL灯会及一系列活动 我们从国际学会目的不是说 只是为了参加国际学会 而且还希望这个学会能够为 台湾官电界跟学术界做点服务 那学术界当然是说 做一些学术界的连结 帮各种学术活动 那跟业界的话 我们会引进国外的技术来 那介绍国外的专家 让他们参与国际这个 有关生产光电产品的事务 光电学会人才辈出 优秀表现有目共睹 目前学会中共有25位OSA会士 23位SPIE会士 IEEE会士则有12位 此外还有两位成员 是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 学会可说是拥有 国际一流的研究能量与实力 不只是积极参与国际盛事 与各国专家学者互动交流 在国内也经常举办 各项具前瞻性的学术性研讨会 及相关活动 推广学术新知 促进台湾产业发展 为了提升整体光电产业技术水准与竞争力 学会自1981年开始出版光学工程期刊至今 集结光电领域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成果 及产业实物经验 希望人人都能轻松接触到最前沿的光电新知 早期我们民国70年开始 就已经有编辑这个纸本的会刊 那现在这个会刊也发展为电子的会刊 广邀 产 观 学各方面 对于光电工程有这个卓越的贡献 还有薪资 能够提供我们这些业界和学生 还有学者们参考 为了配合政府对于产业人才的需求 导引相关人才的教育训练 以缩短学用落差 光电工程学会办理技能检定 提升光电相关的专业人才素质 以及产业竞争力 有关于会务方面 我们大致上除了每一季的这个季刊的编辑之外 我们还做了镜片研磨的技能检定 它包括了乙级和丙级技术式的技能检定 后期这个学会呢 还有LED技能的检定 那这个就是希望在未来的这些新兴学子都能够参与 自1992年开始设立光电相关奖项 像光电工程奖、光电科技贡献奖、青年光电工程奖、庄顺联教授纪念奖、学生论文奖硕士组等 并在当届年会时颁受表扬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呢 为了刺进台湾工业的发展 以及学术的研究 那么所以我们设了几个奖项 这几个奖项呢 历年多 每年都棒挖一次 那么过去几年来呢 都仅 这些奖呢 都仅于 召集评审委员 包括教授群 专家群 这来严格评审以后呢 从里面挑出来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创会四十年来 由学界与产业界攜手同心 发展成国际级一流学会 而未来 学会将持续培育更多的光电人才 让台湾光电界的发展越来越好 我们的学会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 已经慢慢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加入 过去学会在稿级成绩的时候呢 都只有一些热情的资深的教授 跟专家参与 很少年轻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那这几年来呢 监因大家的努力呢 那么各个每个学校不但连接起来 各个学校教授愿意参加 而且也带学生进来参加 所以年轻人增加了 也就是学会的活力呢 比一万更为复活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在人才培育一向不宜余地 那么在未来几年内呢 我们在人才培育 特别有一些琢磨 除了发放证照之外 同时我们希望能够 结合大家的力量 去写一本很好的光学的教科书 同时呢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会员 非常先进的会员或礼监事 能够呢 进入各大校园 或进入到各个公司 能够做很好的学术交流 那么我们台湾的光电产业界 也希望我们注入这一股 强行争 使得光业产业啊 未来的竞争力能够大幅的增进 非常感谢学会四十年来提供了国内 从事光电研究的人 一个温暖的家 也非常感谢学会 长时间对于学们的各项活动的大力支持 最后再次的祝学会生日快乐 希望跳出纸上的产品 能够结合产光学的力量 带领台湾光学产业快速成长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四十周年 生日快乐 发扬光大 祝大家健康平安喜乐 向前展望 现在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整个技术科技发展非常的快速 我们同仁希望能够更加的利用创新 整合 创职来继续的奋斗 相信未来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一定能够继续发展壮大 繁荣昌盛 多年来学会已经与世界各地光学学会 陆续缔约十二个姐妹学会 我们非常仰赖学术界与产业界同仁们 支持加入学会 并持续为学会付出 让学会在世界学术活动事务上 也能够继续为同仁们服务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四十年了 TPS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光电学会 赞 祝TPS四十周年生日快乐 光电学会四十周年生日快乐 TPS在学界业界生育卓著 未来必能带领大家共创光电荣景 台湾 Photonic Society Happy Birthday 周年快乐 再拼一家子 年延一世纪 TPS四十周年 熊战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